《握斯德拉上》第五章 那时,有哈盖和伊多的儿子习加利亚以为先知,受感动奉以色列天主的名,劝勉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 于是沙尔提尔的儿子侧老巴贝尔和约习达克的儿子耶稣雅起来,下手收见耶路撒冷的天主殿雨,身边有天主的二位先知,鼓励人民。 当时,河西州长塔特乃和舍达波侧乃,以及他们的同僚,来到他们那里,问他们说,谁给了你们许可,建筑者殿,修理成长呢? 负责建筑者工程的人,他们叫什么名字? 但是,天主谁顾了犹太人的长老,没有让人限令他们停工,直到上书达里亚,有了关于此事的福文。 以下是河西州长塔特乃和舍达波侧乃,以及他们在河西的同僚官员,上情达里亚黄奏文的副本。 他们向王所情的奏文上这样写,达里亚闭下万安。 奉奏我大王,我们日前去过尤大省,到鸟位大天主的殿雨那里,见那殿正在用大石块收见,墙上也在安放木板。 这工程在他们手下,进行得非常快,又非常顺利。 我们须问了哪些长老,这样问他们说,谁顾了你们许可收见这殿,打殿长基? 我们也须问了他们的名字,为就知大王,所以我们能给陛下写出他们首领的名字。 他们如此答复我们说,我们是天地大主的仆人,从收多年以前所收见的殿雨,这殿是一位以色列伟大的君王所建筑完成的。 但因我们的祖先冒犯了上天的大主,他便把他们交在家式丁人巴比伦王拿步高手中,让他破坏了这座殿雨,将人民老到巴比伦去。 然而,在巴比伦王居老是元年,居老是皇般法御子,另重见这座天主的殿雨。 居老是皇者把拿步高从耶路撒冷殿内,带到巴比伦殿的天主殿雨的金银器皿,从巴比伦殿内拿出来,交给了一个名叫写士巴集的,并立他为省长。 向他说,你将这些器皿带去,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内,并将天主的殿雨,重建在原来的地方。 于是,这位写士巴集变来,安放了耶路撒冷的天主殿雨的基石,从哪时修建至今,还没有进宫。 现今,大王若以为好,就派人检查大王在巴比伦的宝库,看看是否居老是皇,曾对重建耶路撒冷的天主殿雨,颁发过御令,并其大王对此事给我们颁下圣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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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